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吃月亮的故事 小兔子哭着睡不着觉 兔爸爸问小兔 他为什么不好好睡觉 小兔子蹬着腿说 我想要吃天上的月亮 他看起来非常的美味 于是兔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又大又白又圆 看起来的确是非常好吃的样子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白色的草克力 有点像起司蛋糕 说不定的确是非常美味的 于是他也萌生了想要尝一口的愿望 可是月亮是挂在天上的 天空那么远 怎么能吃到了 兔爸爸耐心地问小兔子 小兔子说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 我不管我就是要吃到月亮 于是小兔子开始大声地吵了起来 于是兔爸爸非常的无赖地回答 好好好 别哭了 兔爸爸无赖地摇了摇头 端了一个小池盘 小池盘 小池盘里面有水 于是乎月亮的倒影 倒影在了小池盆里面 兔爸爸对小兔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说你先喝完这碗月亮汤吧 明天我再给你想办法去栽月亮给你吃 好啊 于是小兔就把这一碗月亮汤给喝了 到了第二天 兔爸爸就早早地去打听 如何才能吃到月亮的事情 他走啊走 走啊走 于是他遇到了德高望重的山羊先生 于是他问老山羊先生 怎样才能吃到一口月亮 老山羊先生回答他说 他说我从小也想吃一口月亮 我每次看在河里倒影出来的月亮 我都非常非常的想吃 老虎刘叹了口气 指了下小河道说道 晚上月亮的确会出现在水里 可以喝一喝月亮汤 味道不错 兔爸爸想到了昨天 他给小兔喝这个月亮汤的事情 于是他摇了摇头 说还是谢谢你 我再去问问其他人吧 于是兔爸爸又走一走走 走到一棵大树上 他想了一想 他想 他想小松鼠能够爬树爬这么这么的高 他离月亮非常的近 他肯定有什么好办法吧 于是乎兔爸爸试着 尝试着问这个小松鼠 说小松鼠你知道怎么才能栽到天上的月亮吗 小松鼠说 难啊 我从小也想特别想尝一口月亮的味道 那一定是非常松龙的坚果的味道 可惜啊 我爬到最高的树上我也够不到月亮 不过小松鼠悉悄悄悄的说道 我听说猫咪先生 他以前有吃过月亮 猫先生 兔爸爸想了想 那可是兔爸爸很要好的好朋友啊 他竟然不知道这事 于是兔爸爸和小松鼠告别之后 他连跑带跳的跑到了猫先生的家里 他跑到了猫先生的家里 这个时候猫先生看到了火急火燃跑过来的兔爸爸 于是说兔爸爸你有什么事情吗 这么着急 于是兔爸爸非常急忙地告诉我 猫先生 猫先生 你一定要告诉我 怎么才能吃到月亮啊 哈哈哈哈 猫先生笑了起来 这有什么难道 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兔爸爸回答说 你可把 这可把人急坏了 弄不到月亮的话 小兔子晚上他又睡不着觉 嗯 猫先生又笑了一下 眼睛迷成了一条缝 看着兔爸爸说道 你是不是也想尝一尝这个月亮的味道 兔爸爸顿时脸红了起来 半天想出一句话 好吃吗 于是猫先生回来道 当然好吃 猫先生试着舔了舔爪子 我正在准备吃了 既然小兔兔想要吃 那我就送给小兔兔吃吧 可是怎么才能吃到呢 兔爸爸还是困惑不解 于是猫先生指了这外面的天空 白天的时候 为什么月亮不见了呢 兔爸爸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 兔先生从他的柜子里面 拿出了一个奶酪一样的东西 他告诉兔爸爸 月亮在我的手上 这就是我掌管的一块月亮 原来猫先生是月亮的守护神 他手上掌管着一块月亮 于是兔爸爸惊呆了 他竟然不知道 还有月亮守护者这件事情 来尝尝吧 兔先生 兔先生把这个奶酪给了兔爸爸 于是兔爸爸拿着这块奶酪 就回家了 他拿着这块奶酪给了小兔兔 这个时候 小兔兔说 嗯 为什么月亮是长这个形状 他在天空挂着的时候 不是应该是圆圆的吗 为什么 现在 我感觉月亮 他好像 缺了一个口 他只剩下这样的月亮了 兔爸爸说 因为我给你吃的这一块 就是缺少的这一块月亮 于是乎 小兔兔更加的伤心了 虽然他非常想尝 尝月亮的味道 但是他更想看到每天 夜晚 那个完整的圆圆的月亮 好的 这就是吃月亮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